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幅不少于35% 因为预期收入增长也不低于35% 再看之前李宁公布业绩出来 弹上来 如果整体有什么SATA做得强些 有些体育用品股也弹得不错 我相信是炒一些什么 炒回Tubo的公布业绩 所以如果你想抠一下 会否有业绩是好的话 我宁愿抠下一个Tubo 我觉得是一种可以留意的股份 但公布业绩之前抠的话 相对上会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承受到风险的话 等待明天公布业绩的时候才再抠 或者你可以用另一策略分两注 一注你现水平去买 第二注你upside 如果真的升了上去 当然好 或许原来有少少的miss了 可以调整回来的时候 你才抠回去做第二注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部注 所以我觉得Tubo 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作为一个潜力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